哈喽,你们好,我是小杰 对于月光女神误判的视频,我还得澄清一下哈 只是官方消息没有确认下来的都只是猜测 真识性并不是很高 就算特性确认下来了,也偶尔会削弱一下 地域天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原本有个25%的基础动力,有贫有正 一天过后就变成了20%的基础动力了 上一次我还问过小橘子 看过那个视频过后确实很像指电的升级版 过完特别的快,然后速度呢也只有280多码 因为画质的问题呢我就没有多看几眼了 那么真正做任务免费获得的 五喷A车月光女神的特性竟然是骇客的加强版 哦,完了呀,最近刚换骇客的玩家有点心酸 万一什么时候许愿持出来一辆新的A车 那岂不是又得等很长一段时间了 要是急了眼又克金立马入手了 来我们看一下月光女神的特性 飘移更加灵活且飘移小喷时机提前 这一点的话就感觉秒杀了骇客 更何况后面使用双喷包含了CWW和WCW 有25%的概率在7秒钟之内氮气动力加20% 触发特性的概率有点低了哈 不过呢,赛道当中使用双喷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样看来的话还是挺不错的了 月光女神是属于急行动力的 跟新舞者有点像 然后呢看新舞者的特性 前半段也是一样的 只是后面两者的区别比较大而已 最后你们也看到了 这是骇客美化成了月光女神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